南美洲国家巴西东北部 由于特殊的热带半干旱气候条件 导致全年降水量极少 常年处于干旱天气 巴西科学家警告 全球暖化加剧了这个地区的干旱情况 导致农田加速荒漠化 在巴西东北部 绿色的植物都变成了黄色 然后慢慢枯萎 研究人员表示 未来几年 当地受干旱影响的地区 预计将扩大到两倍之多 进一步影响巴西半干旱地区的生产业 包括大小型的农业 这将大大打击当地农民 和弱势群体的生计来源